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在西尼这个地区 还是在疫情的陷阱底下 我们不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你 但是我们一群爱你的兄弟姊妹 仍然可以在满下来敬拜你 来拥要你 就求求你帮助我们整理每一个 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忧虑重大放下 尊心的来到你的面前 来拥要你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 在家里的每一个兄弟姊妹 希望你们现在站立起来 一起来唱第一首歌 你是荣耀君王 你始荣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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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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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发现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这些向神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神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耶稿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呢 李宗盛 我们可以成为神 李宗盛 祂的时间 李宗盛 因为我们因信真 李宗盛 我们可以成为神 李宗盛 虽然 李宗盛 中文有告诉我们说 那个荣光 那个荣耀是属于神的 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反映出主的荣光 所以我们也能分得主的荣光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被福音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也能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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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所看的那么我们需要思想说 难道我们需要思想说 难道我们的信只是为了得救 只是为了分得主的荣光吗 那么答案 因为我们如果单单单思考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信耶稣 我来教会 我是为了得救 我是为了得到主的荣光 那么 那么那个角度都是在我要得 我要得 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所讲的角度还是出于我们自己 还是一个自我中心 所以我说 我们的信不仅仅是为了得救 不仅仅是得主的荣光 是的 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 但是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我们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以前的自我中心改变 成为 以神为中心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 所以如果说 我们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思想的话 我们信就不仅仅是为了得救 不仅仅是为了得主的荣光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转移我们生活的重心 转移到以神为中心 或者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那么具体到我们的生活里边 也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上持续前行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要面对不同的环境 甚至要面对不同的困难 困境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在各样的不同的试炼中能够得以胜过 所以在提塔罗尼加后书里边 可能主要提到的是这三个方面 如何去面对患难 如何面对忧虑 如何面对闲难 然后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 当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胜过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主的荣耀的见证 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更要向神感恩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改变 以此将荣耀归给神 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里边 这里说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得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提醒我们 我们不光是要去思想 我们不光是要去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光是说我们希望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盼望 说我想在我的生命当中 去经历更多的神迹奇事 我要看到说 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到底是如何去作为的 没错 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就是真理 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就是神透过圣经 以及透过那位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生命 想要持续成长的话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圣灵的帮助 在真理上扎根 我们真的要把那个根向下去 扎下去的时候 我们才能吸收到更多的养分 或者说 得到从神而来的 在真理当中 能够赐给我们的知识 能力 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 说 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的稳 你们要站立的稳 所以无论是对于当时的那个世代 还是对于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世代来说 虽然说有很多的情况 已经是不一样 相差很远 但是 可以说 不变的是 人的内心 我们倾向于 还是要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然后不变的是外边的这个世界的环境 这个世界的环境 始终是要影响我们 甚至我们知道说 这个世界目前在后边掌权的是魔鬼撒旦 他想要不断地去迷惑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站立的稳 不要被这些去迷惑 不要不停地摇摆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 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不断地去追求与这位神的关系 以及要去从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当中去认识他 所以我们首先要站立的稳 然后凡是所领受的教训 或者说凡是从神所拣选的那些先知 使徒 他们所传下来的这些教训 这些真理我们都要坚守 所以保罗说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这些方式 但是保罗也让我们思想 神透过他所拣选的人 把真理 把真理用口传的方式 或者说用文字的方式能够传承下来 最重要的是 这些真理的源头是出自于神 所以为什么在后来 当教会去编串这些圣经的时候 如何辨别哪一些是出于神的启示 哪一些是可以进入到圣经的正典当中的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 有没有这当中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这个背后是不是出于神自己的启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福分 我们可以 如果说跟中世纪甚至更早的人 更早的信徒比较的时候 我们今天 我们有这样的福分 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圣经 我们可以自由地去阅读圣经 而且我们今天 我相信我们今天当中的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可以自己去阅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坚守真理的时候 我也是鼓励大家 神已经把这样的宝贝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能够直接领受的这个渠道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相信大家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在真理当中去认识神 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所以弟兄姐妹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在真理上 在真道上去更好的扎根成长 所以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就是我们明白的真理 我们明白的圣经上的神的启示 对我们来说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 不单单是理性的一个认识 更重要的是 这些真理能够如何的来帮助我们生命去成长 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 以及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的一个群体 这个教会如何整体的成长 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勉励 提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忘了那个背景 就是这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一间教会 但是保罗也称赞他们 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虽然他们信主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 以及彼此相爱的心 都是值得称赞的 甚至保罗在向其他的教会 都去赞赏其他罗尼加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忍耐 但是保罗在这里也继续地鼓励他们 要靠着主的恩典 持续地成长 所以保罗说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可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主 他与那位父神 是一同掌权 一同作王 同享尊荣的 所以这一位耶稣 他不仅仅是那一位拿萨勒的木匠 他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他是爱我们的 而且在前面的这一段经文里边 无论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 都提到的主的再来 当然保罗所讲的是 当时他们面对的情况就是 你们不要被迷惑 主还没有来 但是我们也要存着这样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将再来 而且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 就是要接我们到那个天上 他为我们已经预备的地方 要与他同住 甚至是要与他一同掌权的地方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当时身处逼迫和患难的 切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 当我们思想 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是当中有一个永远的安慰 所以即便我们面对当下这样的情况 弟兄姐妹 即便是我们现在身处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非常迷惑 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 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 甚至我也知道说 有些弟兄姐妹 你们的工作也受影响 你们的经济可能也受到影响 或许说你在其他的方面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 这位爱我们的神 他从来没有撇弃我们 所以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 他就必来安慰我们 必帮助我们 所以保罗是当日如何地去鼓励 其他罗尼加的弟兄姐妹 今天愿这个话语也能够同样地 来使我们得到鼓励 使我们得到安慰 使我们得到坚固 当然弟兄姐妹 不要忘记 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是 我们要持守真道 我们要坚守那些使徒 甚至之前的先知 所传下给我们的 从神而来的启示 从神而来的真理 而且这个真理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不断地得以更新 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不断地成长 更具体地说 保罗说是在一切的善行 善言上去兼顾你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 在不断成长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讲的每一天 就是今天 就在当下 就在今天 就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如何体现出来 在我们的行为 在我们的言语当中 是因着神的真理 让我们的行为 言语 思想 都被神改变 都能够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呢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 也是我们需要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祷告当中的 所以我还是说 感谢神 让我们 有这样 封城的这一段时间 让我们的节奏 可以放慢 让我们可以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去省察自己 同时我们也向神祷告 求神 让我们能够看到 从无论是我们信徒个人 也就是我们自己 或者说是从教会群体 所以无论是从信徒个人 还是教会群体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持续地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 愿神继续地赐安慰 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边 我们不光是自己的生命 能够靠着神 靠着圣灵 在真理当中去扎根成长 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利用这样的时间 我们去预备自己 当这个疫情 这些限制措施放开之后 我们如何可以在教会当中 更好的一起地来同心服侍神 一起同心将神的福音 去在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周围 去跟更多的人分享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预备的时间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成长 也帮助我们的教会 能够更好的成长 感谢神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 回应的诗歌 让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的生命献给你 感谢神 献上神明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蜂蜜 你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 献给你 每期视角 跟随你 约你的荣耀 正在我生命 我的心 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 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跟随耶稣 我提出 献上神明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蜂蜜 你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 献给你 每期视角 跟随你 约你的荣耀 正在我生命 我的心 不要忘记 我的心 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爱你 我孤独如在天上 赶紧给我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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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 献给你 你既是假的随你 愿你的荣耀 正在我生命 我的心 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 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 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你 欣赶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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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去祷告 主啊 感谢你每一天的带领 还有保守 但是主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我们面对每一天的隐忧 压迫 靠战 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 帮助我们不要怀疑 我们对你的信 帮助我们顺服你的教导 帮助我们明白 你在我们这里 每一个兄弟姊妹 生命当中的计划 帮助我们有这个顺心 背起你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 祈乐地来跟随你 帮助我们每一天更爱你 每一天更懂 怎么样去拥有你 以上的祷告 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求 阿们 让我们积实站立 一起把我们的信仰 用死头顺经来中读出来 我们一起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参照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精女与玛利奥所生 在本帝 比赖多手下受难 被颠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站在阴间 第三天 从十人中佛我 升天 坐在全人父 向帝的右边 将来被从哪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共之教会 我信身头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佛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大家请坐 现在我们邀请 Lillian为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 师恩宝座面前 向你献上 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因为你是那位 全然信实 公义 慈爱和圣洁的神 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 送赞和真宠 但愿赞美的话 藏在我们口中 但愿我们的心怀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我们得以恢复 与你起初那美好的关系 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思想你的话语 好让我们的生命 得以更新而变化 明白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活出荣耀 活出荣神一人 蒙神称赞的人生 求神帮助我们 一生跟随主 在末后这个弯曲的时代 为主作严作光 求神赐我们 敬前度日的心智 等候我们主的再来 我们也将我们的祈求 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 为了我们马上要开展的 认识耶稣木道班 还有基督徒的成长系列 丰盛的生命 圣经读论和三福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位参加小组的朋友们 弟兄姊妹 都可以领受真道 明白真道 得以在真理中扎根成长 信心得以坚固 我们也为教会中连长的 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 交托在神大能的手中 为我们的陈姊妹 她刚刚接种了流感疫苗 求神看过她的身体 可以很好的适应 也为我们英文堂连长的 几位弟兄姊妹 Peter Yula和Cindra 求神看过她们在这个冬天 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也为还在康复中的 Vena姊妹 献上祷告 求神帮助她在身体疼痛中 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 感谢神 随听我们的祷告 也求神赐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有一颗同心合一的灵 一起希望福音 成为North Rite地区 福音的好见证 我们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让我们继续祷告 用我们主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主祷们 向我们的天父祷告 我们一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倦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易用的饮食 尽能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没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越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松恶 因为国度 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让我们继续 用起因的方式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主啊 愿你被捐从高诸于天 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 保守和恩待我们的国家 以公义和真理 引领我们 向世人显明通达的道路 在万国施行 待人的成就 求主赐上 刚明和真理 我们要全员 你的救恩 主啊 随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全员 信靠你 现在是加息分享的时间 最重要是两件事 第一就是 如果今天在崇拜之后 有兄弟姊妹愿意留下来的 我们是有一个短掌的 查经的时间 第二就是 刚刚塞门在 这两个星期里面 也问了我们 宋弟姊妹有一个问题了 外边有很多假的教导 要引诱我们 离开我们的主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内的话语里面 杂根了没有啊 如果你还在 还没有的话 Simon在下个学期 预备了一些训练的课程 邀请你们每一个 兄弟姊妹去参加 最后 让我们一起站立 唱最后的一首歌 主 我跟你走 请不吝点赞 祝你跟我走 往不天下走 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 祝我跟你走 往不天下走 思应有故紧紧跟你走 祝你是万望之王 万主知主 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祝你一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开启我的眼 星星的双眼 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 说在我的心 谦卑的聆听 你的话语 甚至在我心 祝你是万望之王 万主知主 有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祝你一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祝你是万望之王 万主知主 有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我害怕什么 你一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你一战胜死亡 万主知主 万主知主 有你跟着我 我害怕什么 你一战胜死亡 得胜君王 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头 让我们继续站立 一起祷告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如我们众能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节里每一个兄弟姊妹 带着神的平安出去 尽心节力的 是主爱人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兄弟姊妹们 今天的敬拜在此结束 让我把录音关掉 我来说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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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